嗨 大家好 我今天又要推薦一間 我覺得超棒超喜歡的一間店 然後它還算蠻新的 然後它是吃那種豆花 然後一些涼的冰品 然後它還賣一些豆製品 然後這次在淡水的 也是算是老街 不是 陰鑽路 我每次都把這兩個搞不清楚 然後陰鑽路的後面這邊 這一條巷子這樣子 水源街這樣子 然後的一家新 比較新的一家店 然後它叫做 107豆乳豆花 誒 知道了 等一下我會把資訊貼在下面 然後呢 我覺得它特別好吃的是那個冰淇淋 那當然它的豆類都很香啊 比如說豆花或什麼 那它有賣一些 豆腐可以回去煎 總之是豆類的東西 它都大部分都有賣 好 那我等一下帶大家進去吃吃看 這是店門口的招牌 那我們進去看看吧 但是要小心這個門 有一次我就是它擦得太乾淨 然後就直接撞出來 胖的一聲嚇到自己嚇到老闆 然後這個黑板是選擇困難黑板 但是我來就是必吃它的那個豆乳冰淇淋 然後這是它一些可以選的配料 如果你點豆花的話 這些資訊是告訴你說 誒 它們是在地碳水的一個 豆製品工廠 所以呢 它們 裡面的那些豆製品全部都是自己製作的 然後裡面的空間呢 我覺得算是簡潔舒適 現在裡面有豆漿 然後我們今天點了一個 呃 就是有豆 冰淇淋 豆乳冰淇淋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冰淇淋豆漿研究所嗎 對 對 然後呢 這一間的這個 特別好吃 然後我推薦給我超多朋友來吃的 但大家也有人比較不喜歡 因為它有些人吃冰淇淋 然後特別喜歡吃那種很甜很甜 超甜超甜的 那你就可能比較不適合 那我想我們 我們都比較喜歡吃 就是很清爽口感 然後特別有它那個 比較食材原味的味道 對對對 所以呢 如果你就是喜歡這種的話 這一間超厲害 那怎麼說它厲害呢 因為 我去過那個油布院嘛 油布院也很有名 如果你們去油布院的時候 日本的油布院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很有名的是豆 也是這種豆乳冰淇淋 然後沒有這個好吃 真的 你可以來吃吃看 好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囉 嗯 所以你講完一個融化的味道 好 我們拍一下 它的豆味非常的重 對 你會感覺到 哇 整個都是在吃 就是豆 豆 豆 豆漿的感覺 微糖豆漿的感覺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但是如果你是對於 你不敢喝豆漿的人 那你可能會覺得 我比較 比較害怕 難嘗試 對 可是呢 我推薦了十個朋友 九個都說好吃 其中一個他就說 他喜歡吃哈根辣 因為很甜 對 那這個就是屬於 另外一種 你喜歡清爽口感的 然後 就是 不要太甜的這種冰淇淋 然後 它吃起來比較健康 因為它裡面都是 所以大部分都不適合這樣 而且吃完嘴巴很舒服 不會有那種 糖很多黏黏的感覺 對 超好吃 我只要 呃 來老街啊 或是 這邊什麼 陰磚路的五路吃飯 我最後一定要吃一個這個 對 然後 不管朋友 或是我跟朋友約吃飯 每次附近 我一定要來這邊吃一個 我們第一次啊 吃到這個的時候啊 我就說 這家店 這個產品會斷 這個會重 這個產品會讓這家店變得紅紅 對 對 那目前應該是沒有人 比較沒有 那有蠻多人知道 因為如果你下班的時間啊 來吃 來看這邊的話 這邊會 外面會排很多人 那中午 大概推薦大家中午 來吃 因為中午的時候 欸 比較沒人啊 你如果是 晚上啊 傍晚的時候啊 就發現哇 很多人開在門口 要買他的那個豆腐啊 或是豆腐筋景 或什麼其他的東西 對 那 因為我今天大概整隻這個 對 如果以後有機會就是 吃一點別的品像 給大家看看 我們之前有吃過 他的豆腐筋 很好吃 對 然後他的配料做的是 你用的 好啦 就是我今天小小的推薦到這邊啊 然後這一份啊 40塊錢 其實我覺得超級便宜的 剛好經過了 然後可以趁著天氣炎熱的時候 來吃一碗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大家拜拜